我跟他在一起就这些年嘛 他经常会有很多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生气 比如说他老喜欢跟女生搞暧昧 我非常受不了 而且我们俩在一块 你说我是个女孩对吧 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在支出 而且每一次吵架 他都不会主动认错 咱先从哪说 先从搞暧昧说好不好 就是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完了我就发现 他跟那些女孩聊天聊得特别频繁 他还要帮别人拿快递 隔三差五的从学校外面 拿到学校里面给人家送过去 完了还要给人家买一支笔 这么简单的东西 跨越大半个校园 给人家送到教室门口 就这么夸张 他是我朋友 我跟他送支笔怎么了 别人那些朋友 为什么又坐到你这个地步 为什么你就要坐到这种地步呀 你至于有这么大反应吗 我跟他有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啊 你看他就这种态度 有一次他们俩在食堂吃饭 然后我就看见了嘛 他还帮那女生擦嘴 那天刚吃完饭嘛 我就跟他说 你这儿有颗小米粒 他没看见 我总不可能拿个镜子出来 给他罩着吧 我就给他顺手擦了呗 顺手擦了 你又要帮他拿快递 然后你要帮他买东西 然后你还要顺手帮他擦米粒 你直接当他男朋友行不行 我是你男朋友啊 我当什么他男朋友啊 他就是个中央空调 别人找他帮什么忙 他都帮 他这种性格 导致特别多女孩喜欢他 很多女生追他 追他就算了吧 他对别人就是不拒绝也不接受 然后那些女孩还要来骂我 为啥 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说 我配不上他呗 觉得我不懂得珍惜他 然后说我迟早都会后悔的 说这种话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乐与猪人啊 那些女孩喜欢我 又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 他骂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呢 他们骂你 又不是我叫他们去骂你的呀 这叫什么混账逻辑 我先问你啊 是不是你女朋友 是 有人欺负你女朋友 你不出个头的 但是你这人的确和我没关系啊 已经噎的 我都说不出来话了 您接着说姑娘 他不光不管 他自己也要骂我 他自己开了一个微博小号 在上面天天吐槽我 说管他管的爷啊 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非常压抑 说我是个母老虎 我说你母老虎 可你其实真的对我很凶啊 我对你很凶 你就可以说我是母老虎吗 吵架的时候我不敢说 总可以在上面说吧 有一次我就拿着手机看 然后我就发现 他手机里面有一堆女的 但是是那种 就是常年不联系 可能什么小学同学这种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前车之鉴 我已经怕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些女孩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那你把他们删了吧 他不仅不删 他还跟我发脾气 你没经过我允许就看我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你女朋友 我就随便拿你手机看一下 还要经过你允许是吗 那你好歹给我说一声啊 我看你手机还要跟你说一声 我直接拿来看不行啊 当然我后来还不是把他们删了嘛 你看他就这type 就这种不所谓 然后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根本就不重视我的想法 我的心情 你懂吗 删没删 删是删了 但他是那种 感觉像是我逼着他删的 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删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 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 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